Lio聊世紀 天天多更新 大家好 我是Lio 今天來看瑪麗人對上斯拉夫人 這場比賽是天梯的阿拉伯地圖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瑪麗人這個文明的特色 是挖金礦非常快速的 但是他的挖金速度並沒有比圖爾奇快 是15%的效率而已 但是他的金礦磚載量 還有這個金礦的持續性 都是增加15% 所以瑪麗人本身打金礦兵的話 是不太弱的 例如這個弓兵或騎士都是蠻強勢的 再來就是瑪麗人他後期還有這個彪悍金手 可以讓騎士、輕騎兵還有駱駝多加上武功 到後期這個輕騎兵跟駱駝都有14攻的傷害 是他的精華 瑪麗人的話如果要打步兵的話是比較難打一點 因為他本身沒有弓兵 弓兵是偏爛的 如果他要打對方的步兵的話 可以嘗試用自己的飛刀女獵手 會比較適合一點 接下來我們來看一下對手 對手是施拉夫人 施拉夫人的話農田、種田效率是非常快速的 而且他的貴族鐵器 也是騎兵裡面禁防最高的一個文明 基本上跟一個坦克沒什麼兩樣 坦德要命 通常只能用大量的火器 或者是 用這個馬攻擊火 攻兵或疾兵 把這個貴族鐵器戳下 基本上他近戰沒什麼天敵 好 那我們就稍微來看一下 沙夫的一個其他特性 他的特性還有這個石頭 消耗比較小一點 因為他這個螺絲堡壘 可以減少石頭的消耗量 大概木頭奧多消耗快400 好像400差不多 石頭量大概消耗一半 就可以蓋動城堡 所以沙夫人到後期 這個螺絲堡壘的應用方式 會比較難一點 但是如果能適當運用的話 你控圖就會有相當大的優勢 好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兩遍地圖吧 金礦在前方 前方的部分會比較尷尬一點 後方是果子 那果子在後方的話會比較好一點 前期就不太會被騷擾到 而且這邊還蠻好圍的 這邊騷擾圍一下 基本上果子前期應該沒什麼太大問題 後方待會這裡要圍也沒什麼問題 所以我覺得這張圖快要撿近天圖了 如果這個金礦跟手都在裡面的話 那就是天圖了 那至少這張圖有大概七八十分 分數蠻高的 因為有三遍不去 而且圍的範圍也不會說非常巨大 前期也可以小圍 也沒什麼問題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對手 瑪麗人 瑪麗人的金礦在外面會比較長 而且果子也在前方 地形要也是要發揮大量的資源 才可以去圍棄所有的地圖 所以他前期的防守來說會比較困難一點 那後方的墓區也是不好圍 接下來我們來加速一下 瑪麗人這張圖的話 要給分數我只能給個二十分吧 超爛 基本上要守的東西都不太好守 他只能盡可能的小圍 那這邊要小圍的話其實很困難的 不然就是直接打強軍士 那這邊可能的話要先圍起來 左邊或這邊或是直接這樣圍到底 然後用TC做防守 這樣子這樣子 這邊可能要再稍微一下 不然他這邊瑪麗人會很難打 因為他要守的地方太多了 因為我們在玩世界帝國裡面的時候 是你不能花太多資源去防守你的大規模的土地 你只能盡可能的把自己家裡圍好 去做防守會比較好 你的兵力不可能前期出太多 這邊來看一下兩邊打了一個戰術 兩邊都是赤猴開 瑪麗這邊先到了斯拉夫的家裡 斯拉夫紅色 至於追逐 最後的血量被戳到了一下 哎呀長槍兵立大功 讓對方瑪麗人的弱馬血量變得很低 那我覺得瑪麗人前期不太需要打這麼多的弱馬 反而去適時的轉出自己的弓兵會比較適合他 因為我們剛剛有說到他的挖金效率是非常好的 出弓兵的話其實需要的人民數量 並不需要這麼多 抽名只要少量的就可以挖出很多黃金 喔這邊要抓到一村了 還不錯 瑪麗拿到第一個首殺 斯拉夫人這邊回頭救一下 這邊三隻刺頭持續騷擾 差點就戳到了 那斯拉夫人果然是選擇了一個大圍 但很可惜喔 在圍的途中還是被抓掉一隻村民 這就是前期大圍的一個缺點 好那瑪麗人如果是左邊拉了一條啊 他應該是沒有把圖探完 因為我們是上帝視角 所以他並不知道這邊是稍微微下就會微死 然後他這樣子領地就會顯得非常小 而且還畫了非常多的村民喔 在投資防守 這件事情上面 資源來說會稍微比斯拉夫人更窮一點點 好 斯拉夫人 想要繼續圖尾嗎 四隻刺頭有點難 這邊挖金的數量有點多 有沒有蓋四級啊 他這邊可能要下個四級會比較好 待會黃金可能會有點爆 欸 這裡怎麼有一隻村民拉過來 喔不是拉過來怎麼走私啦 哎呀這村民可能要死啦 啊真的死了一村 剛剛這邊蓋射箭場直接被抓掉 好瑪麗人 佈下一個射箭場繼續蓋 好雙射箭場 OK 好這裡第一時間瑪麗補下了城堡石彈 但斯拉夫人早就補了 大概提早快一分鐘 那瑪麗城堡石彈打工兵 好要特別注意不能打到地獄師帶 因為他地獄師帶 沒有強弩 所以要小心一點這個 工兵數量出太多會很麻煩 但他像投資雙射箭場 應該是下了決心喔 要來打工兵的搭配了 好 斯拉夫以上城堡師帶 可能會直接轉兩隻騎士 OK 騎士開局 那TC可能要趕快下 還有這個修道院 先下修道院 然後後面這邊可以再下一個TC 好 兩隻騎士第一時間是要去瑪麗家裡喔 瑪麗家已經全部圍死了 二級射不下 還有二級伐木 兩面都是1比1 一村的對決 兩面都死一村 沒什麼太大差距 好二級伐木也點一下 瑪麗人這邊 有可能會打出個洞來 斯拉夫要不要考慮回救呢 這邊非常多騎士 直接硬砍這邊的馬舅 但瑪麗人這邊出了一隻駱駝 大家來稍微反制一下 好這邊很順利的 讓對方收村 那沙爾的目的喔 只要讓對方收村喔 就是賺到了 好這邊看起來要直接包夾了嗎 斯拉夫也沒選擇硬上 看到兩隻駱駝過來 覺得打一打會沒勝算 盡可能想要保留自己的實力喔 那前幾天有觀眾問我什麼是孫子兵法 孫子兵法內容裡面是什麼 那裡面有一條我覺得 在勢力裹面非常實用的喔 就是保留自己的實力喔 沒有勝算的時候 盡量不要跟對方去換 那我覺得這一條 在勢力裹面是非常受用的一件事喔 因為有些觀眾 都覺得想要試打看看 或是直接硬換 但這個就是有點在 自己實力沒有保證 足夠強大的時候 就去跟對方硬換 那真的是會越打越劣勢 我覺得生活中很多也是這樣子 不如玩投資啊 或者是 做影片 或者是 打CD國 各種系列裡面都是這樣子 只要你受完PVP的情況下 你都要去想辦法 讓自己足夠強大的時候 再跟對方打 盡可能不要讓自己 有劣勢的情況 去跟對方硬撞 通常都會撞到頭破血量 那我覺得Viper就是 很會運用這一點的一個 高手 那我覺得黑拉最近 這幾年下來練習 他也是把這個道理給盾霧出來 因為他以前也是很喜歡 一直送優勢 自己有優勢 覺得只要有50%勝率就想送 好 我們來看一下這邊對打 這邊弓兵子往後拉 駱駝直接上前無形開敲 但勝率兩邊都有在互相招 好 斯拉夫這邊確保自己實力夠強之後 直接往前壓 四隻騎士在後方瘋狂打奴兵 後方的駱駝先照一步裡 這邊明顯劣勢 就直接往回拉 OK 那我覺得我蠻喜歡 斯拉夫這個文明的打法 這個人的遊戲風格 是我蠻喜歡的那種 然後這邊勝率也沒送掉 聖物拿到一半就放下來 那黑拉以前風格就是 他覺得只要有5成勝率 他就會上去試試看 導致有時候越打越速 因為他出眾多兵 卻只有5成勝率的時候 就意味著他輸的機率 是會更高的 因為你當你已經 強軍勢打5成勝率的時候 還打不贏 就代表對方可能強軍勢 還跟你打成五五開 好吧 強經濟還跟你打成五五開 那你強軍勢的情況下 就很容易經濟會落後於敵人 然後又打不贏對手 對手又可以繼續農 後期這個滾選秀的效應 就會展現出來 所以要如何把自己的軍勢保持起來 還有經濟 就是要先確認一點 就是你的現在的經濟 要比對方足夠強大 軍勢上也是 如果沒有的話 那盡量不要開戰 除非對方跟你決意死散 不然就是自己要選擇 一直瘋狂撤退 退到不能再退為止 還去做一個反擊處理的動作 會更適合一點 那薩夫人現在就是處於 退到不能再退了 現在只能用TC防守 而且還被迫收村 薩夫繼續撤退 瑪麗這邊就去給阿裏 二級射豪 而且還點下了一級馬凱 薩夫到處都有這個刺喉 想要去偷看 欸 但這邊撿聖物 欸 有兩隻聖靈被砍掉 欸 有兩隻聖靈被砍掉 哎呀 這個薩夫人 控圖也是控的不錯 但是家裡現在被壓在家裡打 好 那目前 薩夫人在等二級防好 二防一好 馬上就要來上的樣子 那這邊二級防上了 也不確定能不能打贏 好 瑪麗補下了二級 好 瑪麗補下了二級 不是二級 這個品種跟一級的鍛造技術 好 補下了奇病的傷害跟坦度 好 這邊打出一個聖物 還可以偷偷帶回去 這個聖女要不要來偷一下呢 好 薩夫就這樣眼睜睜看著自己 修道運被弄爆 還補下了二級農 這邊一隻駱駝想要進去探查 好 大家看到裡面大概的狀況 就知道 哎呀 薩夫真的農啊 但其實現在農度來說是馬來人這邊更農啊 薩夫這邊其實還好 阿農沒有農得非常外面 好 這邊非常多洛馬 不是洛馬 騎士 二十一隻騎士 上了高地 想要來包抄一下這邊撤退的瑪麗部隊 好 後方這邊拿了一個聖物的勝率 放下聖物之後 開始招翔對方的騎士 但是如果這邊是有高地優勢的 而且後方還有大量的弓兵在做輸出 這邊薩夫人突然硬上我有點不太懂 他這邊的想法是什麼 這邊一級攻也沒有補下 但是卻還是打贏正面的交戰 哎呀 二級訪的騎士 揪斯坦 好 後面補下更多騎士 過來想要抓弓兵的部分 還有僧侶 OK 駱駝只剩下最後一隻也倒地 剩下一隻騎士 被招翔過去的騎士做了最後的反抗 這邊弓兵最後也是抓掉 但是聖物處現在是薩夫人 落後石村了 雖然正面這一波打贏了 但他打得有點驚險 這個不算是孫子兵法裡面的 標準的反擊回去 可是有點極限 像以前的黑拉一樣 有點五五開就要硬上了 這邊應該要更重要的事情 就是去點一下一攻 會更好一點 二攻可能會太久 所以我覺得一攻 早點點下 剛剛是會 讓斯拉夫人更好一點 這邊用森綠稍微招翔用對方的駱駝 看能把對手給逼回去 那瑪麗人這邊繼續出駱駝 就可以屌打斯拉夫這邊的配兵組成了 這邊可能要撤了 這邊有點在送兵了 斯拉夫這邊轉一下 重裝長槍兵 這邊轉兵轉得不錯 那沖長布兵果 這樣打的話會比較適合一點 盡可能用這個騎兵加布兵搭配 對方出駱駝你就出重裝長槍兵 然後後期就騎兵加騎士 都是對布騎國 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因為有些玩家們會覺得說 騎士國遇到對方出槍兵 或是遇到對方出駱駝就很難打 確實騎兵國遇到駱駝是很難打 沒錯 但是有槍兵的話就很好克制 好那這邊先上到地獄師 上的是瑪麗人 瑪麗人這邊升到地獄師 好1分半 斯拉夫人這邊剛剛準備按下地獄師 兩邊經濟只差了一些些的村民 大概6村左右 好這邊過來抓一下 好瑪麗補下了二攻 但防禦還沒有點 好這個就是現在的標準打法 好遇到的對方是騎士 互相開決的情況下 攻擊力是大於防禦力的 但是斯拉夫人這邊是選擇先下二防 主要是因為瑪麗剛剛有出工兵 所以還是要先血 要先下下防禦力 不然會被這個工兵射到頭破血 好這邊補下了一攻 斯拉夫人也是慢慢轉出了自己的攻防 瑪麗人掏金技術 繼續升級 讓自己黃金量更多 這邊轉出了飛刀女獵手 那飛刀女獵手在這次大改北裡面有增強 本來是35滴血 那像金銳我記得可以到45滴還是50滴血 變成蠻多血量 不然以前就一直只有35滴血 比這個村民還要少 大家以前都條款說 這個飛刀女獵手只是拿了飛刀女村民吧 血量這麼少還要給他那麼多黃金 然後跑得比一般村民快了一點 還有這個射程 攻擊力稍微提高了一些 我覺得以前他們這樣講 講的並沒有錯 確實是這樣子 拿了飛刀的村女村民 哇 斯拉夫人這邊補下了三級的馬凱 還有重裝騎士 級兵也補下 雙人劇也補了 三級法門補下非常的好 好 長槍兵 升級好級兵之後 正面硬桶 好 OK 斯拉夫人這邊也升級好重裝騎士喔 但是重裝騎士這個單位在斯拉夫人來說是蠻尷尬的 因為他沒有遊俠 雖然有三攻三防 但我個人還是比較偏向於出這個 貴獨鐵騎 因為貴獨鐵騎還比騎士便宜 而且體質來說也比重裝騎士好一些 但缺點就是邀城堡才能造出來 好 那後方飛刀女獵手傷害很高 13加2 那其實斯拉夫人這邊直接出貴獨鐵騎更賺 因為飛刀女獵手傷害的計算是近戰傷害 而不是遠程 那剛好貴獨鐵騎的近戰防衛是非常高的 那除一般騎士對斯拉夫人並沒有太大優勢 所以我一直在跟大家講說 你玩斯拉夫人 就是騎士不要出太多 你把騎士當主力的話 有人會打出劣勢來 重裝騎士跟貴獨鐵騎喔 這個單位在本質上還是差距蠻大的 但我覺得斯拉夫這邊打得不錯的原因 是因為他的步兵喔 有轉出擊兵來 擊兵確實在對抗來說是非常關鍵 那我覺得次要關鍵的就是趕快按出自己的 王家四重 王家四重一點下之後 還是有機會可以反推回去的 這個擊兵有擴散傷害效果 這邊攻防瘋狂生 三級攻沒有補 反思先補了一級射 這邊飛刀女獵手打擊兵散很高 直接倒了一隻 飛刀瘋狂亂丟 擊兵想要上前 上前硬硬砍到了飛刀女獵手 但駱駝直接正面一隻排開 擊兵也是瘋狂往前 正面硬錯的結果感覺不太好 這邊重裝騎士被後面的飛刀瘋狂輸出 血量掉的非常快 只剩下擊兵 擊兵數量也是所剩無幾 這邊讓剩下的騎士先來優先拆巨頭 巨頭只拆掉了一座 第二座第三座能拆掉嗎 擊兵也是上前輸出 這台巨頭還是沒拿掉 這尷尬 後面巨型頭時機也在反擊 但是城堡拿不下來 第一波交戰石油馬列人這邊大獲全勝 斯拉夫損失了非常多的重裝騎士 雖然換掉三巨頭還可以接受 好 村民來到135次 斯拉夫人村民還在繼續按 OK 這個就是我們說的 現在META真的變了 現在大家都要往150村裡面往前 好 那馬列人這裡沒有 這邊是因為村民太 也不算太多 就是剛好 他這邊打這個兵 並不需要這麼多的資源 所以他現在是投資更多的兵在前線 可能經濟會稍微差了一點 但目前還能接受 因為自己是強軍士的狀況 只要這命只有打贏 其實也不算太虧 斯拉夫這邊轉出了千騎兵二級射 稍微轉一下 肉馬的路線 他也知道這樣繼續打重裝騎士可能會虧 這邊想來偷挖外面金礦 但馬列人這邊早就已經在挖了 真面震跟城堡真的是關鍵這種關鍵 馬列人這邊精銳飛刀女獵手也升級好 變成50滴血 好 那是飛刀女獵手有個尷尬的地方 就是他們沒有天生三弓 最主要是因為有這個標和精神的關係 再給他三弓這個騎士傷害就太扯了 所以他這邊飛刀女獵手只有15弓 但15弓來說也是很好用 他這個步兵來說傷害也是夠高 這邊只能撤退 這邊肉馬開始騷擾 兩邊都轉肉馬 但是斯拉夫肉馬還沒有出 還是繼續出自己的黃金兵種 那這邊很賤喔 這邊偷蓋城堡 然後射了一堆村民 這邊黃金還直接空了下來 哇 斯拉夫人這邊頭疼了 下面中央的金礦處直接被靠了回去 左邊的黃金能拿回來嗎 馬列人這邊補下了三級板甲還有建築學 OK 斯拉夫大落馬也提了上去 但正面還是不太敢二次交戰 因為他前面有一次失敗的經歷 他會說啊 但他這邊也是在尋找機會 想要去打 但看起來這個機會他沒有掌握到 這邊抓到挖金礦村民 稍微讓對方經濟下修一點點 被當女獵手即時回頭來拯救 這邊拉了一坨去追擊兵 重裝長長兵 重裝騎士要反打嗎 沒有喔 沒有選擇要包抄 這邊有一個馬舅被抓爆 趕快蓋下一堆木牆 想要把這個馬舅給圍起來 圍起來之後馬舅生產單位就出不來了 好 這個三隻巨型頭時機沒有控好 直接外露在斯拉夫門外了 熔龍就被拆掉了 這是斯拉夫來說是一個好機會 好 當然這邊疾兵沒有控好 跟飛刀女獵手打了一下架 果然是血虧 疾兵果然是撐不住飛刀女獵手傷害的 好 那瑪莉蘭這邊飆悍精神也好 現在經濟非常的樂觀喔 兩千多黃金 想打什麼戰術就打什麼 現在去打飛刀女獵手加駱駝 也沒問題 反正下面的火金空下來非常賺 好 正面疾兵加上騎士 這個搭配很nice 直接正面戳爆駱駝OK的 反正重點是飛刀女獵手是 起大問題 這邊斯拉夫可以考慮轉點頭實測 中頭直接打個一發 那由於斯拉夫人沒有火炮的關係 所以他現在打起來真是綁手綁腳 但這邊感覺是輾過去了 大量駱駝跟肉馬 那瑪莉蘭這邊出了一堆肉馬 是不是想要騙斯拉夫人自己已經沒黃金了呢 事實上黃金還有三千 還有三千的黃金 OK 這邊直接肉馬群爆 看斯拉夫人的黃金已經見底 可以當女獵手 攻擊速度還是沒有這麼快 稍微拉打稍微拉打 好 旁邊村民宿都只剩下100多村 斯拉夫這邊沒有繼續按村民 瑪莉點下了三吉農 看來是有決心想要打後期 好 正面這邊 斯拉夫人再次往前想要抓掉飛刀女獵手 有機會嗎 這一坨騎士上前想要直接打飛刀女獵手 但飛刀女獵手傷害太高 而且後面還有城堡的火力加持 正面的飛刀女獵手也是擋住第一波騎士的衝鋒 後方的肉馬也是擋住了一些騎士 OK 這邊肉馬反擊也是傷害非常高 肉馬本身也是有14攻的傷害 直接解掉斯拉夫這一波的正面強襲 斯拉夫人還能在打後期嗎 但家裡已經BBQ了 很多肉馬已經在斯拉夫家裡亂鬧了 這邊馬力人雙線打非常漂亮 OK 農田直接爆開 看起來沒忘了 也沒太多兵可以第一時間反擊喔 級兵都在外面 家裡沒有級兵可以擋 這邊看來要死非常多村 哇 真的死超多村了 好 級兵這邊擋 但是也能擋住嗎 感覺是偏困啊 這邊直接吃到城堡傷害了 好 那馬力人 果然直接秒殺了斯拉夫 斯拉夫打出了GG 我們來看一下他到底有沒有點這個王家四重 看起來是沒點 這個斯拉夫人最關鍵的科技喔 王家四重 金冠技術 居然沒有點 銀冠也沒點 沒有把自己的文明特色打出來 而且還打這個重裝騎士 國不歇然還是被打下去了 這個重裝騎士又貴又不好用 出貴族鐵騎又強又便宜 這事還是有差的喔 反倒是馬力這邊喔 把自己的文明特色打好打滿 不要換精神也是早早點下 39分就點了 那來看經濟喔 經濟這邊是斯拉夫應該會營肉 因為他的這個農田效率有這個10%加成 那馬力黃金果然是果不切啊 挖到了2萬喔 直接硬生生墮路快5000多 那木頭的話是斯拉夫這邊比較多的原因 是因為他沒有黃金可以挖 只能去挖木頭 相當可憐啊 你看這個金晃區真的蠻關鍵的喔 這個金晃姐妹馬力挖了一半走 只剩下少量的1000多黃金可以挖而已 那也確實讓斯拉夫很頭痛 這個城堡沒有拿回來是個問題 但要拿回來也是要花費大量的軍力喔 去壓制回去喔 那剛剛那一波騎士喔 最後一波這波騎士應該是想要去 Cover一下自己工程的關係喔 這邊想要脫拆藤堡喔 確實也是成功喔 但是後續的一個配套沒有打好 家裡直接被大羅馬亂個一波喔 就打出了GG喔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差不多就到這了 那如果喜歡這支影片的話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各位掰掰 importance 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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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